今天还有几个非常特别的状况 一个是全票通过的项目 应该也是史上最多的 包括了最佳男主角黄秋生 最佳新演员胡志强 还有最佳摄影跟最佳改编剧本 都是17位评审 17票全部通过 今年也是9比8的数量最多的一年 听起来有点矛盾 最佳导演陈杰瑶也是一票 打败了郑宝瑞 女主角张爱佳也是一票 打败了刘亚瑟 女配角林詹真妹也是一票 打败了杨丽音 最佳剧情片一家泽咕咕角 一票打败了智齿 总共有7项是一票之差 男主角的部分 虽然我刚才说黄秋生是全票通过 其实评审也特别提到 尤其是张孝泉这次 在《最后真相》里面 有非常不同于以往的表演 也是他近年来最成熟的一次 比方说林家栋跟游安顺 都往死里演的 这个描述有点过分 我意思说 他们的角色其实都非常的极端 所有的演员都讨论过以后 所有的评审最终都觉得 黄秋生这次在《白日青春》里面 这些反转的时刻 朱萱扬的表演也达到了非常好的一个 就是带领这个反转的功能 他在这部片里面展现出了层次分明的一个演技 女配角的部分刚才我们也谈到 其实最终是林詹真妹跟杨丽英的对决 丽英姐的表演在这个片子里面 是获得非常高的推崇 游安顺的角色最常给她 丢给她的对白就是 你在哭啊 你老是在哭啊 可是她每次都可以哭出不同 不太一样的哭泣 但是林詹真妹在哈勇佳当中 评审们觉得 如果她是按照剧本来演的话 那她的表演超级到位 如果她不像一般演员 按照剧本来演的话 那她其实也演得浑然天成 所以她在这部电影当中 就像是一个完美的定心丸一样的 其实评审们都非常的夸赞 柯震东在黑的教育当中 一个就是在演员的这个指导上面 她可以让三个年轻演员展示出 截然不同的表演 但是又能够契合一体 再加上她当中的 几次的这个反转的这个呈现 都看得出来她的实力 那刘国瑞为什么会胜出呢 一方面她自己亲自所撰写的这个剧本 同样的 她在处理演员上面 其实完全不逊于 刚才我所提到两部片 而且这部电影当中 她在也是相当有限的预算下 一些必要的动作场面的一个调度 甚至是有大量的这个夜戏 以及在极少的这个时间 做得非常的成熟 所以最后就由这个白日清纯省出了 电影歌曲这个就有意思 另外三首歌也都非常好 但是他们都是摆在片尾的 就是延长电影与余韵的这个做法 周星哲的这首歌曲 在相较之下就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们不是金曲奖 我们是金马奖 我们在评段就是一首歌曲 除了动听之外 她在电影当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那这首歌就摆在影片最后的高潮 所以这首歌就甚至可能比台词 比内心的独白 其实产生更强大的这个效果 我们下期再见